历年来的选举 原乡往往被视为蓝形的铁票仓 不过从2018年起 原乡的候选人政党结构开始出现转变 以六都来看 2014年 以无党籍参选的原住民区长候选人只占了50% 而国民党籍参选人则占了40% 另有10%为其他政党 到了2018年 以无党籍参选原乡区长的候选人比例暴增到将近79% 以国民党籍参选的候选人只占了21% 今年六都以无党籍参选的原住民区长候选人比例虽然略降回75% 但国民党籍候选人所占的比例再度砍半 降到只剩下10% 与民进党籍候选人的比例相同 以其他党籍参选的候选人则占了5% 这样的情况不止在六都 今年花莲县从县长到乡镇市民代表的原住民籍候选人 共有150人 其中无党籍占了将近六成 学者指出 国民党近年来政治失利导致支持民众逐渐远离 但还没有到完全消散的地步 因此众多候选人选择以无党籍身份跳脱蓝绿政党的光谱参选 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院长石中山说 作为一个参选人 特别是地方政治的 而且地方政治我主要还是靠着我的是个人魅力 家族 这些东西不像是全国性的 他们是懂得如何做理性选择的人 他们一定要想办法就是把自己的事态不要弄得那么明显 为自己的一个政治前途保留一个比较宽广的一个空间 石中山表示 由于网络社群也成为新兴的宣传管道 候选人可以利用多元的方式宣传政治理念 因此不再像过去由特定政党垄断话语权 美和科技大学社工系助理教授嘎比有天明指出 比起政党 现在选民更在意的是 候选人是否扎根地方 提出对地方发展有利的政见 以无党籍参选可以争取到中间选民的支持 但相对的较难准确估算票数 且无法透过组织的连结快速窜起 嘎比 游天明说 绿山神学院院长瓦利斯则呼吁 原权意识虽然逐渐抬头 但最后仍要依靠族人的智慧 以各地原住民族的角度思考 才能借由选举来提升权益 并公平分配社会资源 瓦利斯说 原乡在地方选举当中 政党色彩逐渐淡化 试图跳脱蓝绿主导 而这样的情况是否可以翻转未来原乡的政治局势 有待观察 以上新闻由阿利亚96.3 原住民族广播电台与原住民族电视台共同制作 广播电视台共同制作